美国副总统拜登的中国之行已经结束了 但是中外舆论关注的热度还没有降温 在不到30个小时的访问时间里 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了5个半小时 包括2个小时的小范围会晤 1个半小时的大范围会谈 以及2个小时的工作晚宴 尤其是4个小时的小范围交谈 双方说了些什么内容 传递了什么信息 备受世界瞩目 表情岸然 情绪低落 这是昨天来访的美国副总统拜登 在结束与习近平主席会谈后 美联社对他的描述 而访华碰壁这样的关键词 更是出现在多家外媒的评论中 纽约时报称 在会谈中 拜登提出美国反对中国设立识别区的理由 但习近平做出有力的反驳 而在昨天下午 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洪雷也再次强调 中方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美方应采取客观公允的态度予以尊重 或许早已清楚意识到中国的态度 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中 拜登并没有要求中国撤销防空识别区 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希 昨天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本身 并不是导致局势不稳定的因素 问题是如何在识别区内进行执法 美国防长哈格尔更是直白地道出 美国不满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原因 对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郭显康认为 哈格尔的这一表态 只是在照个台阶下 美国日本他们也都设立这种防空区 他们设立这种防空区的时候 也并没有和任何人去沟通和商量 美国他感到在这个问题上 他是不占领的 他现在想找个台阶下 以免这个问题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大局 美方高层表态集体大转弯的背后 指中国的强力反制 12月4号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拜登时表示 希望双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系 而自11月23号 划定我东海防空识别区后 我军方在东海展开常态化巡逻 其间战机多次升空 对闯入我防空识别区的他国军机 展开识别查证 在面对西方媒体的鼓噪时 我外交部发言人 国防部发言人 空军新闻发言人 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布最新消息 化解西方的舆论攻击 一个是表明 我们设立了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后 马上就开始行使我们的权力 对那些对我们指手画脚的人来讲 就可以打消撤回这个决定的幻想 第二个呢 是要显示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美国和日本指责中国 中国并不畏惧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分析指出 拜登此次访华之旅 虽然只在巩固中美双平关系 却从侧面凸显出美国 在重返亚太上的力不从心 俄罗斯观点报甚至直白地评论称 世界现兵累了 实际上是美国的实力下降了 美国现在经济状况不佳 经济复苏也比较乏力 不得不进行全球战略的收缩 它的腰杆就不那么硬了 美国在经济上还需要中国的合作 因此呢 它对中国在经济上是有所求的 不能因为东海防空识别区 就损害了它自身的利益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众院今天下午 一致通过了一份决议 对中国划设涵盖钓鱼岛的 东海防空识别区提出所谓抗议 并要求中方立刻撤销 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早先回应说 日方根本无权对中国设立 东海防空识别区说三道四 如果说要撤回的话 那么就请日方先撤回自己的防空识别区 中方可以在44年以后再做考虑